大家好 我是紫瑜 欢迎收看埃尔登法皇攻略 我在上一期结束的地方 我刷了点魂 给自己升升级 主要是要升灵巧 灵巧是要升到17 升到17是为了拿猎犬剑 我们一会儿要去拿的 接下来去做做收集 把尼姆格弗东这块再探一探 有一些没拿的东西 订几个点啊 这个导航还是挺方便的 1234全订好 过去就完事了 这一期的任务依旧是在尼姆格弗区域 做收集 开地图 拿道具 另外还有一些NPC的故事 尼姆格弗是新手区嘛 在这里能好好地熟悉一下游戏的玩法 挠树的熊算是一个地标吧 它每天就在这里挠挠挠的 这就是上一期的西夫拉河的入口 这里有一棵小黄金树 小黄金树底下肯定是有好东西的 中围有很多红色的爬爬 是回红陆地圣杯瓶的 拿到两个陆滴 就是往灵药圣杯瓶里面装的陆滴 接着往前走啊 这边是有一个商人的 每次经过商人的时候就去看一看 买一买制作笔记吧 制作笔记增加可制作的道具种类 实际上我不怎么做道具 都是用武器来砍 但是有了总比没有墙嘛 好买完之后接着走啊 在这边呢有一个要塞 海德要塞 这边正在跟兽人打架 要塞呢就先不探了 过来拿一个黄金种子 其实黄金种子也是在给你个提示嘛 这是一个重要地点了 这里冰还不少呢 先溜了溜了 接下来呢去拿猎犬剑 猎犬剑是一个特别好用的武器 我直播的时候一直在用 这个武器用到通关是没问题的 它可以在初期拿到 拿猎犬剑呢还跟一个NPC关联 所以我们把NPC的任务也做了 来到这儿呢就听到有狼嚎的声音啊 嗷嗷的 先悄悄地过来 听到狼嚎了吧 这里是物理音废墟 废墟底下的地下室呢可以拿到一个道具 俯护符 能不能挑战念识别 俯护符是强化蓄力攻击的 想装就装一下啊 就不要惊动这个熊了让它睡觉 在废墟里面搜集一下 有一匹狼在这个物理废墟顶上嚎 它算是一个重要NPC吧 先把东西收一收 废墟里面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俯护符 来两个锻道石好了 现在呢传送到艾雷教堂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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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诶 从商人这里拿到了一个弹纸的动作 因为现在呢再回到那个地方 只要做这个动作对方就会回应 法环的人物特别多啊 很多还是交织在一起 你一定要坚定自己去干什么的信念 要不然你走着走着 就会有更多的东西吸引你 到最后就不知道你自己到底是要干嘛去了 好了 来到这个地方 找到那个弹纸的动作 这狼人好高啊 顶我两个 谁去那里呢? Kale sent you did he? 狼人不来责 狼人不来责 他要找达瑞威尔 达瑞威尔呢就是一个监牢boss 他就在宁母格福啊 布莱泽一直找不着他 那我们现在就去打他 本来呢 监牢boss是不能叫骨灰的 你只能自己打 但是现在呢就可以叫这个NPC了 这个是从新手顺利过渡的好方法 监牢boss呢是游戏的一种玩法 它不影响主线 所以玩家可以自由选择玩或者是不玩 打死这些boss呢身上会掉落武器 或者是魔法一类的奖励 打这个boss就是把你封闭在一个空间内 一方胜出算结束 无主猎犬的封印监牢 来吧 开战吧 现在呢可以召唤伴郎不来责 如果你之前不去找他的话 他就不会出现 拿上我的龟壳盾 龟壳盾还是挺重要的啊 首先按一下LT 龟壳发白的时候 在防御就可以弹反敌人的攻击 就用防御反击来打他 他特别弱弹反 再加上布莱泽的助力啊 打他会非常容易 猎犬是有出血伤害的 但是因为他弱弹反 所以他这个出血叠加不起来 跳劈加防御攻击 最后一刀 就结束了 神器到手啊 猎犬长牙 这是个大曲剑 布莱泽呢 这个任务就算完成了 后面还有他的剧情 他戏份还挺多的 拿到了失色锻造石 拿到了失色锻造石 魔法学院那里还有他的老相识 我们后期也要过去 行了 现在就回艾雷教堂吧 在他这边买点东西 再一个就是可以给我的猎犬长牙 剩一下集 把这些制作笔记买了 没钱的话就捏一捏身上的卢恩 平常跑路的时候 能收集就收集一下 都是顺手的嘛 商人这里呢还卖情报 不过情报我就不买了 买完之后看过再回档 这样就行了 呀干省400块 这俩情报一个是灵药圣杯瓶的位置 还有就是驿站街地下是有人的 好来这边升级一下我的武器 就升猎犬长牙 其他的都不管了 猎犬长牙呢属于特殊武器 它需要的是失色锻造石 一般武器需要锻造石就可以了 正好我可以升到二级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武器 力气十八灵巧十七可以拿 猎犬骑士的武器 这武器有两点特别好 一个就是它可以叠加出血伤害 再一个它的专用战技是特别强的 可以打出双段的伤害 我们来试一下啊 双持可以用战技 它这个战技是两段的 出完一次之后再按2T 就可以再往前 并且能消失一段距离 所以特别的灵活 就跟猎犬一样 接下来呢我就用这个武器了 加2对付现在的敌人 足足够用了 好我们接着探图啊 再给自己导一下航 河道深处这里也去一下 好传送到亚基尔湖北方 跑着跑着就觉得 这块地界非常的熟了 现在我们去的是 驿站街遗迹 遗迹废墟这类的地方很多 每到这种地方的时候 要注意看有没有带火把的地下室 好到了 进来之后往左走 在这一段废墙内 有一个地下室 这里面有个小精英 来试一下新武器的威力 上二段战技 看这个伤害是不是非常的可观 他的南瓜头会处地 伤害范围挺广的 伤害也比较高 所以尽量绕他的背 打一段半的战技就可以处决了 好结束了 打死他之后 这边就多了一个篝火 这里以后呢还会经常过来 因为可以在这儿学魔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前找到的魔法卷轴可以交给她 看一下现在能学的魔法种类 基本上我都学不了 因为我的智力比较低 魔法我基本很少用 但是对于魔法师来说 这个地方是必来的 不学了 没有天赋 走了 以后如果再捡到卷轴的话还是要过来交给她 好 这战就结束了 我们再去开其他的伺服点 这个遗迹里面还有一朵大花 大花跟小花 会放毒的 直接捡了东西就跑了 因为打死她也没什么收益 另外墙头上还有一个紫色道具 那个是托莉娜睡帘 想捡就捡一下 那个大花的剧毒 积累的特别快 还挺烦人的 走了 不知不觉的就又晚上了 忙忙活活好几天 一看还在这边 这游戏真的太难玩了 前面有个小扒扒 来个跳坯啊 看看能不能打上 打上算了 哎呀 我不重录了 累死了 陆工艺队啊 有时候这样 就是你一分钟的东西啊 能够路上一两个小时 这两天赶进度呢 就算了 这个小扒扒 它经常就是作为一种诱饵 来诱惑你 但你去追它的时候 你会发现更多的敌人出现了 看到发光的东西就走不动 这边有一个篝火啊 把它开一下 我来做一下火吧 晚上了事业不太好 等到早上的时候再出发 接下来呢 就准备去狭窄的河道去探 底下这里是龙溪废墟 之前拿毒狗骨灰的时候来过这儿 废墟这里是有龙的 暂时先不探 我们先往北去 现在呢 武器的伤害是足足够了 但是人比较脆 因为血少嘛 挨不了敌人几下 而且这边的敌人呢 好多都带出血伤害 打的时候还是要小心的 一不小心被围攻了 一出血就暴死了 到这块区域就自动下马了 这种情况是因为红灵的入侵 等一下这个红灵就会出现 这是第一次被红灵入侵 这个红灵要速战速决 它的伤害就带出血 很快就能够叠满 还是用战技和跳逼的方法来打 它还会给自己加血 但是它只能喝一次血 另外它还有一个血刃的战技 累积出血也特别快 来了一个帮我的 血指猎人 您来的有点晚 这人都已经倒下了 这里是关于多人有碗的教学 可以召唤协助者或者是敌对者 连击我没有试过 我一直都是玩单人 魂系列开始我都很少联网 满地东西太乱了 而且入侵影响我录视频 看看红灵雕的武器 那次 剑锋能扩大伤口 迫使对方出血 行了打完了往前走吧 这里有一个洞窟 注意门口的火把 到洞口就自动下马了 猛流洞窟 我们探一下这个洞穴 前期的这些洞穴呢 都不是很大 不难探 敌人也不是很强力 进去之后 敌人在地上放了一些铃铛 警示陷阱嘛 如果出发的话 敌人就都过来了 不是太多吧 大概有个五六个 这个洞穴里面都是强盗 强盗软凯 有没有看到有人扔毒罐子 这边还有三个 把这解决掉 黑一打得有点难受 这个洞窟里其实没什么东西 挺穷的 宝箱里面就有几个蘑菇 看来他们也没有什么收获 这边走的是打boss的地儿 黄色门进去之后肯定是要打仗了 这不老朋友吗 怕骑兄弟 你刚才不挺嚣张的吗 熟悉的面孔他又出现了 怕骑投降了 打到他半斜的投降 他还是这个熟悉的蹲姿 他还是这个熟悉的蹲姿 这种犯犯的迹象 是一种犯罪的 我确定你 水下的银 现在我们的困难 我们是困难 怎么会玩好从今儿上 真正的女性 就是什么我喜欢你 我就是 Patches Patches the Untethered 担担了像你 只能够自由 脑子 可能说 只能够现在 这些军事 变成了监装 帕奇说他要开店了 在这就没有过多的剧情了 那就这样吧 饶了他了 帕奇后面还有剧情 NPC都是有完整的故事的 所以我的建议是不要乱杀NPC 在游戏里面 你把NPC杀掉确实是可以拿他的装备 但是他的后面的故事 你也就体会不到了 这个帕奇在魂系列里面是老熟人了 所以看到他就觉得很亲切 虽然他很坏吧 但是他如果不在了 你还会觉得有点寂寞 这是刚才帮我打红灵的猎人 No kinship with their elk remains Don't let your emotions stir your blade One last word of warning Stay clear of Agil Lake A great dragon roosts there And it's as fearsome As it is majestic So Unless you're mad Or wish to be burned alive Stay clear of the lake Be on your way Perhaps we won't 不要贸然接近龍啊 好嘞 我們接著往前探 這邊可以通過氣流往上走 不過現在不去上面 就在下面 前面還有一個地下墓地 地上的這些小怪不用提 直接走就可以了 他們行動比較緩慢 這裡是猛流地下墓地 這個墓地不大 還不如風暴跟腳的那個大 所以很快就可以探完 升一級 升一級生命力 再回一下專注 因為地下墓地肯定是有boss的嘛 要打的 這邊的小怪呢 都是一些 小石像 和風暴跟腳的差不多 捡飽了啊 我拿到一個小惡魔頭罩 這些小怪的位置都比較陰險 而且經常群起而攻之 得加出血傷害 特別煩 這個等它掉下來之後 砍完那刀 你再上去啊 它就是設計了你拿 林嵐的時候來打你 林嵐是給自己的骨灰升級的 前期呢 就撿一下 後面在商人那裡 可以解鎖購買的 前面注意走位 過去之後 迅速地回來 踩一下陷阱 往左走 讓這個陷阱去打小怪 因為前面是三個怪呀 它們非常的亂 兩個遠程 一個近戰 加上你不小心踩了陷阱 就很煩 好 接下來頂著盾走 鎖定那個遠程 踩一下機關 再往旁邊走 讓機關去打 機關回復是需要一段時間的 你看它起來了之後再踩 好 殺死一個 只剩一個就好辦了 在這兒開一個機關 夢迴血緣迷宮 其實法環就是FS社以往的作品的 極大成者 更自由更開放更好玩 前面注意啊依舊是有好幾個小怪 還是用這種迂迴走位的方法 踩機關回來 躲 把它們兩個解決掉 就可以進屋門打BOSS了 實際上牆上還有掛著的 但是不理它了 拿一下靈蘭 把獵犬刀切換成雙齒 依舊是用戰技來打這個BOSS 會比較效率 進門之後招獵犬 把我的毒狗招出來 這是個拿大錘的BOSS 它的攻擊比較緩慢 還是挺好躲的 用狗去吸引它的注意力 當它去打狗的時候 我就用戰技 因為我的藍也不是很多啊 所以要保證戰技都能把它打上 戰技用了1.5個 就可以處決了 而且現在毒狗 已經給它上了這個星紅BUFF 它在持續地掉血 處決直接帶走 拿到了它的武器 戰錘 這武器我力氣不夠 我拿不了 而且我也不喜歡錘子類的武器 要26的力氣啊 但是可以拿上耍一耍 好了 現在就出去了 我們可以回去找帕奇 帕奇呢 說自己吸收不干了 要賣東西嘛 他其實歷代都是一個商人 只不過是一個奸商 大家如果以前也玩魂系列的話 就知道每一代都是有一個大本營的嘛 法環就是圓桌廳堂 魂3就是闖火機自場 NPC呢他們都會集中到這個大本營來 當我看著他們人 越來越多的時候 我就會感覺到很開心 但是其實魂系列是一個黑暗的遊戲 大部分NPC的命運都是很悲慘的 所以當有一天你發現 某一個NPC就默默地消亡了 他變成了一個魂 我就感覺還是挺失落的 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有同感 就希望大家都在 而不是人去樓空的那種淒涼感 欸 帕奇坑店開坑了 他賣的東西一般都比較貴 所以我也不在他這買 他這個實踐鑰匙要賣5000塊錢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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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都會有好處 那些人都可以賣的 那些人都可以賣的 那些人都不在這裡 那些人都可以賣的 那些人都可以賣的 我告訴你 但它不太事 我們是一個人的聯繫 他們都會輪的 成功的戰爭 成功的敵 每个地方我都去 去 hell with it all hmm wondering what's inside the treasure chest well it's nothing too special just something I'm saving as thanks for a very valuable customer but then again it would fetch some spectacular coin and besides everything is give and take cheers for that he put in a box for VIP客户 this is a mission you're not bad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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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should have known you skinny little thief the gods demand vengeance vengeance engines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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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he 大boss啊 冲了传送陷阱之后呢 就没有办法随意的传送了 你只有做过一次次服之后才可以自由传 所以现在呢就只能去做个火 哈奇其实还真挺聪明的 打不过就投降 好汉不吃点钱亏 还会杀手 在背景里给你使一招 使完之后又笑嘻嘻的 求原谅 走咱再去找他一趟 看他又说啥 他给传的也不是很远 就是传到宁母阁府 命大的我又回来了 这里的兵一直都是敌对的 但是你跟帕奇是可以和好的 啊 Wyan You're alive Oh you had me proper scared puffing away in a flash like that Well maybe it's a sign to keep your mitts off what's not rightly yours But I'll forgive you View it as a learning experience At any rate It's just nice to see you safe Don't miss all the bargains Here at Patches Emporium 还想挣我的钱是吧 拿到一个动作 冷静点 好了那这期就到这里结束吧 我们下一期再见 大家拜拜 来 来 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